海外抖音能不能开这个小黄车 我基本上算是研究到极致了 就买了一套 笔记本上这个就是专门控制另一个软件的 电脑层面的话 100多个号 也是为了测试这个 今天在软件层面 去做了一些动作 用的这种静态IP 并且是找专业人士给匹配的 产生的这个真实环境 去建账号 开橱窗的时候 也是开不了 这个逻辑跟手机是一样 之前因为试过老的手机 还有一个新的手机 都开不了 才想着把这个思路全部转到 类似于这种云控的这种 服务器上这种 试完之后想着通过盒子 去创造新环境的时候 会更好点 但是明显感觉到 官方对于开橱窗这个事 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大家不要想的那么简单 即使你换个新手机 开橱窗概率也很低 即使你这个号 经常发视频 可能开的概率也很低 因为它牵扯的因素 我目前总结是 它确实需要这个号有周期性 这其二是干净的IP 干净的环境 在整个这种情况下 自然流到的情况下 循序渐进得到一些活跃性粉丝 它是能够开这个橱窗了 这就是一个现实情况 否则的话 美区账号不可能卖到一两千 甚至更贵 很多流出来的账号 有那种爆白的这种 当然有些人是能搞的这种资源的 我这边也没办法推荐 也推荐不了这种东西 水太深了 这是小黄车情况 至于说软件层面 跟电脑这个东西 它后期能发挥到什么作用 目前还在测试 多账号布局 这个是一个趋势 并且是必须这么做 是必须这么去搞了 否则的话 你到最后是什么都玩不了 因为目前我测试笔记本上 这套软件 其实已经出单了 但是怎么去复制化的话 我还是需要去做一些深度的测试 电脑层面的话 我是自己边设计边去对接 因为之前包括我所接受的资源 本身把自己定义为产品经理 觉得还是比较称职的 很多套路了 软件了 在几年前都已经测试过了 随着时间的退移 中间有到时间是其实不用关注这些东西的 但目前来看的话 TK你想做的更长久的话 有很多牛的技术 它们能做一些突破 做一些创新的 当然这种的话是可以做一种辅助的 因为跨境电商我所得到的信息 它后期会逐渐去合理化开放 只要说你正常去对揽 后边会越来越松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多搞 多一种辅助工具 同时一个兼备多方向发展 如果说仅仅是为了养耗的话 那可能意义不是特别大 因为现在很多 包括我们自己用的阿里巴巴那种 我们买了一年那种软件几万块钱 都是合规的 因为它确实是 确实是有用处 TK也是一样的 后期又会有很多软件 它是非常合规化的 能做很多事情 这市场的趋势是这样的 很多包括我能预料到很多做跨境电商的后边 它这IP肯定都是会合规化去做 跟这个软件结合到一块 你只需要提供真实信息 营业执照 别案 你就可以用这套系统 用这种IIP 这是一个趋势 这是我所了解的一个现实情况 还是那句话 你拿一两个号来搞这个东西的话 就别浪费时间了 浪费青春 搞中视频呢 基本上都拿20个号 再起步 小黄招我觉得打底也得十个八个去做 不过的话你测试不出来很多东西 并且现在一个IP下边是真的不能放太多 这个我后期再给大家去做吧 因为最近一直在试 每天都在试这东西 还是有很多心得的 我逐步给大家去分享吧